希望让每个孩子能够体会家乡土地的可贵 努力弯下腰,小朋友学习如何插秧 农友在梯田里耕作 不使用除草剂、农药和化学肥料 昔日的百米炸弹客杨乳门和金山万里农友合作 种出彩田有三米 获得八方云集企业认同 今年签约契作五万两千五百公斤的米 收成之后将捐给金山万里偏乡六所学校的营养午餐 因为彩田米我们是从去年才得知 有这样的一个友善耕作的一个团体 在种植这个彩田米 去年我们就已经投入了整个契作跟采购的 总共有四万公斤 那今年呢我们又继续加码一万两千五百公斤 原因就是因为整个这个台湾要找到这样的耕作团体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以八方云集来讲 我们从创立二十六年来 一直秉持的利他分享公益这个经营理念 也长期呢在持续的支持台湾的农民 以我们最大宗的这个高厘菜的原物料来说 我们就有超过六千吨呢 是跟云林县地区的农民长期在做契作 所以我们得知了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呢 我们马上呢就参与了这个行列 所以刚刚讲呢 连续两年呢我们持续的做这个器座跟这个采购的动作 那今年呢 针对我们加码的这个一万两千五百公斤呢 我们想当做一个最有意义的方式呢 就是捐赠给同样是金山万里区这边的六所国校 来作为他们小朋友的营养午餐来使用 那也回馈借机来回馈给在地的这一些小朋友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抛砖语运做公益呢 能够让支持我们在地的这些农民 持续愿意继续投入在这个友善耕作的这个行列 那也希望呢它成立变成一个友善的一个循环 良善的一个循环 那对整个地球做一个贡献 那还有我们台湾呢整个生态的环续的永续 这一部分呢能够持续下去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那也期待呢能够把这个活动继续的 能够让他们发扬光大 签约仪式上邀请了六所学校校长 学生代表一同见证 学生们特别表演舞蹈感谢企业的赞助 事实上我们跟彩田合作很久 包括相关多的食农教育的部分 例如说我们带孩子去插秧收割 那彩田也集合在地食农友的这样一个机会 把米回赠给我们学校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互动 那互动的过程当中 让孩子有更多的学习 那当然更实在的就是说 这个米的赞助对学校来讲 我们不仅是得到了经费的赞助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得到的是一个健康 友善品质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们也真的非常感谢八方云集 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慷慨赞助 对我们每个偏乡学校来讲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资源的收入与赞助 而彩田米是在2015年开始 由羊乳门结合新北金山万里带 农友展开的友善器座 协助农友取得友善认证 并辅导当地小农不施农药除草剂 配合器座收购的方式 恢复当地的生态 也让农友收益增加 而每一个春天 孩子们牵手插秧苗 一直到欢喜收割 我一开始来金山的时候 是为了潜水的 那之后就是跟工作伙伴讨论之后 我们也希望说来金山要做一点事情 所以才开始在金山推广做友善根座 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说跟农友合作 希望让他金山万里十门 四十二甲的水稻田 都可以变成友善根座 那我们目前在今年的面积是有降低的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今年的面积 会降到大概十二公顷左右 农友大概二十位左右的时候 我常讲说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说 跟企业要做合作 但是企业跟你做合作状况底下的时候 品质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跟农友在做沟通的时候讲说 如果我们的品质可以维持 企业才会一直以来跟我们做购买 跟做支持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说 不是只有环境变好 也可以让我们的农友的收入增加的时候 我们的环境也是变好的 八方云集 期望这次的抛砖引玉做公益 让农友们无后顾之忧 愿意继续投入友善耕作 形成良善的环境 为障碍地球生态环境永续 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